哈囉 各位阿瓦隆分析台的觀眾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第11集的遊戲前打 這一局是某個禮拜四我們在八樓玩的時候 剛好有一座高手玩出來的一局 那我是事後才拿到紀錄 然後看完紀錄聽完分析之後 覺得這局非常的景點 那這一局呢只歷經了五個人 遊戲就結束了 好人勝利 梅林被刺 而且梅林被刺的時候呢 壞人非常的肯定梅林是誰 很厲害 好所以我們現在馬上來看看這一局 首先1-1的時候外派給了2-6-7 然後1-1直接就過了 6內反 然後外白的有3-4-10 那1-4自己派的嘛 好所以這樣任務直接衝過 然後一仗失敗 2-1第二家給了2-3-6-10 然後7這個時候還是外白 接下來第三家給了2-3-6-10 再照派一次 這個時候7外白之外 9跟著開白 然後過去了 然後呢 4張任務成功 湖中湖第三家好人 接下來第4家的時候 那當然2-3-6-10都過了 那第4家就是他也只能照派 那照派之後呢 只有5家反 其他全部都有白 然後任務再過一次 就是 接下來 湖中湖的第9家 是好人 第4局 當然就是2-3-6-9-10 就是加湖中的好人進來 那遊戲就結束了 對 不要懷疑 這局就只有這樣 可是這裡面其實 圍繞著很多的觀念跟想法 好 那因為才亂5個人嘛 其實很多都沒有做到事情 所以這局呢 各位只要知道兩個壞人 而且你應該可以知道某兩個壞人的身份 然後呢 知道 派西跟梅林 就好了 OK 你只要猜到兩個壞人的身份 跟派西跟梅林是誰就好了 當然還是到 第11集的正式影片上傳之前 都可以猜 那這次的小獎品呢 因為我們現在換 就是禮拜四本來就會開團 六日的話是一定會選一天開 那禮拜六或禮拜日 其實周末的話會開在陽光 那這次的小獎品呢 就換成某一天 來陽光玩的話可以免費 好 那就期待各位的推理囉 我們正式11集再見吧 掰掰 哇 嗅 為甚麼